兩部警車前後包夾 刑警蜂擁而上 右邊嫌犯開的轎車加速突圍 被逼進了巷弄內還橫衝直撞 撞真房車也撞警察 警方情急下 開槍歹人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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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場三聲槍響 警方對空名槍 還射破了嫌犯的車胎 敲破車窗逼他下車 把這名誠信男子給拖下車來 控制現場之後 在他的後車廂起出了 5公斤安非他命 這什麼 來 安非他命 附近民眾也被撞車聲 跟槍聲嚇壞了 才發現是警察當街開槍逮毒犯 三槍 那其他可能是敲那個 那個玻璃的聲音 當街開槍攻堅的是 豐原分局的偵察隊 警方掌握線報 證明誠信毒品中盤 從高雄開車到台中交易 在台中市的梅川西街 發現嫌犯停車 機不可失 馬上上前包夾 有衝撞到我們的同仁 所以我們先行對空鳴槍 他依然不停 那我們朝他的右前輪射擊一發 圍捕的刑警差點被撞傷 嫌犯也在混亂中 撞斷了兩顆牙齒 不過止血之後沒有大礙 這回被逮的經驗 肯定讓他莫屍來忘 記者蔡小剛 詹品宏 台中報導